有波,今天很明显一下就抽上来 之前就试破之前做下来的降轨 之前有观众都问过,跌了下来,怕不怕 其实也不需要太害怕 其实有波这次来说 抽上来,今天也破了,很明显就正式破了降轨 下一个位置,其实是挑战之前的高位,109.3 看看能否破得到这些位置 但向下都要留意,不要打算 一只是短期找一些机会,技术性突破 有没有机会向上 如果真的向下跌破今天的低位,穿100元 连99.95这些都穿了 就算这份未必大跌,可能是假突破要做一个整固 要小心,99.95 要看着它,跌到这些位置就会走 不是说差很远,今天也升不够4% 其实也是5%来的波幅 其实是短期,再上去看,如果是破了这个顶 有机会再去高点的位置 110这些位置 我觉得其实向上是有一定的直播空间的 但你向下 也要看着,因为你去看技术性突破去跌的话 除非你继续保持着,想着它会更好 因为它的基本因素不差 在内地越来越开,越来越多点点 另外,看到它的新移木价值开始改善 其实是一个可以留意的股份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股份 它是一个很大的股份 有个股份 就是这个 我也要不要 是一个股份 这个 对 它是个比较体的股份 就是这一种股份 的股份 也一个 部分 真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